这个独居女孩最近每天醒来 都会发现自己身上不满伤痕 床单和衣服也带着点点血迹 凑近后可以看到 她的脸上是各种细小的抓痕 连嘴唇都没能幸免 手掌中间被挠出一大道口子 胳膊上还有一个深深的血孔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就是这只猫 女孩说情况发生得非常突然 她也搞不明白具体怎么回事 但这只猫已经跟自己相处两年多了 平时非常乖巧温顺 看起来完全不像会攻击主人的样子 说着说着 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面具 原来在受到攻击的第一晚 女孩就尝试过带着面具睡觉 可第二天起床后依旧是伤痕累累 情况不仅没有变好 反而更糟糕了 为了弄清楚真相 她请朋友在卧室安装了一个监控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猫咪性格大变 突然发狂 很快到了晚上11点多 她像往常一样准备关灯睡觉了 可是就在一个半小时后 猫咪悄悄地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 然后一点点靠近女孩走到她身边 不过此时 她并没有发起攻击 而是躺在床上睡着了 本以为当天晚上什么都不会发生 可是小猫突然张嘴 咬住了女孩的鼻子 她立刻就被疼醒 挥舞了一下手掌 不过可能是睡意太浓 所以并没有过多反应 只是换了个姿势继续睡觉 但这次刚进入梦乡 猫咪又咬住了她的手指 然后一个劲地拉扯 这下女孩疼得直接坐了起来 迷迷糊糊地将小猫抱到床尾 接着又沉沉睡去 隔天醒来后 她第一时间查看了监控 结果被猫咪的行为震惊了 她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压到了猫 才导致她做出这种应激反应 没想看过视频后 才发现这是跟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完全就是猫咪单方面的攻击 可确认过事实真相后 女孩更不理解了 猫咪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攻击她呢 为了进一步找出关键问题 她决定放猫咪一个人在家 看看她白天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 结果还真被监控 拍下了一组诡异画面 画面中的猫咪起初在安静睡觉 过程中拉扯住被子 她立刻撕咬起来 好像在跟什么东西搏斗一样 直到整个过程结束 猫咪都没有醒来 当天晚上女孩的姐姐来到家里 准备陪她一起睡觉 还给小猫带了个笼子 可是组装好后 她却怎么都不肯进去 看起来非常害怕 委屈巴巴地躲到角落里望着主人 看见小猫这副模样 女孩也就没有强求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 一时心软让自己遭了大罪 当天晚上姐妹俩入睡后 猫咪又一次爬到床头 拨在女孩脖子旁边 突然她抽出了一下 接着是第二下 然后猛地抓住女孩 朝眼睛狠狠地啃了一口 这一下咬得极重 女孩立刻起身去照镜子 结果发现左半边脸全都是血 当天后半夜 姐妹俩就去了医院 女孩眼睛上被缝了六针 姐姐让她把猫丢掉 但女孩死活都不愿意 她说这只小猫 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 自己怎么能抛弃她第二次呢 原来这只猫 是女孩几年前捡到的流浪猫 当时她的妈妈生了四个孩子 结果那三个都被带走了 只剩下这只因为太过瘦小 被猫妈妈遗弃在了小区 她要一边填饱肚子 一边应对周围大猫的欺负 想到这女孩突然猜测 猫咪会不会是心理上出了问题 于是带她去看了医生 而兽医很快就给出了回答 她说宠物在睡梦中咬人很常见 通常是因为自身 有过一些可怕的经历 而这只小猫 应该就是被以前的回忆吓到 激发了自我防卫意识 突然变得抓狂 误伤到了主人 随后兽医给女孩 开了一些震惊药品 让她混在猫咪平日的吃食当中 晚上睡觉前喂给她 除此之外 还可以放置些助眠的香薰 音乐 既能帮助人类入睡 也可以帮助小猫咪入睡 当天晚上姐妹俩再次进入梦乡 而小猫依旧爬到了床头 不过有了药品的帮助 这夜两人一猫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像小姐姐这种 能忍受猫咪这么久 真的很不容易了 还好她的善心换来了好报 猫咪其实并没有伤害她的心思 只是小时候被伤害过 所以在睡梦中做出了反抗 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 被小动物抓伤 要第一时间就医 不要留存侥幸心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